有朋友問美股的,Jack Jack 他問Tesla是否準備坐火箭 炒波幅要留意甚麼位置 他是新手來的,你給他一些建議吧 Tesla是我準備坐火箭 我希望他會變成火箭 他有沒有課? Tesla,我也是新手來的 他是否準備坐火箭 他說沒有,他沒有說有沒有課 他說準備炒波幅 牛偶做,他都說明他是新手 你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未必是一個教學,或者分享一下 我之前都有炒過 我最近多少錢再賣 我1000元買過的 然後他再跌下來 因為那時候 跌到八字頭的 跌到,曾經穿過900元 我900元左右還有賣 那時候Elon Musk還在減持 他見到有一個小裂口 那時候是在補貨 我自己也保持著賣 但是何時再大手加呢? 就是Elon Musk出了消息 就說我減夠了 我再減 那一刻就再加下去 我想又是看著最重要的消息 因為這次跌下來 只是因為他減持所以跌下來 既然他都說我減夠了 當然是衝上去 很快已經由900元多衝上去 昨天都在1100元流上 變成整個玩法又不一樣了 OK了 那你說是否準備錯火箭 但是你由低位彈到來 八百多元彈到上1100元 都在說兩成過外 所以如果你之前沒有買 又錯過了機會 就是1000元流下 其實又不買的時候 你說來到這些位置買 有點尷尬 又是信念 不過當然你800元和900元是信念的 不過是那時候的直播率就高很多 現在彈到上來你先又說買 我覺得你又會失去先機 記住下次跟隨自己的宗節 跌下來你不可以怕 既然你已經炒信念了 還有說真的 Tesla的消息面是更多的時候 你會更容易搏 因為我自己看都是說 我是等它減持完那刻爆上去 等到的時候真的可以 如果你真的很畏高的時候 那你又等下Eno Musk 你會知道有多少話說 看看接下來有沒有一些壞消息 令到有個價格壓下來的時候 你才會再拼 或者如果你說我很害怕 我真的會坐火箭 你就買一股兩股試試一下 是的 有行業也說 有一家叫Webush的行業 就說看好未來12個月 升到1400美元 因為中國的市場需求強勁 以及美國和德國的新廠房投產 你覺得會不會去到1400美元 沒有可能 對於Tesla來說 因為你沒有估值看的這些股票 任你沒有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用什麼模特兒去看1400 就是你看1400 就是前景 前景是任你講的 現在前景就無限憧憬的時候 我覺得炒這些股票 你說看圖也好 你說看信念也好 註碼控制風險 記住 可以想的就是Hit and Run 你說來到這些位置 難道別人可能很便宜去買的時候 你現在和你中長線部署嗎 你也是可能低位有買路的 抽上來你就吃點糊 然後你就降低你的成本 盡量不停滑的時候 你便會坐得更安心 好 我想訪問一下牛牛 你說你900多元 即1000元以下你都買過 是的 其實那一刻你是它跌穿900元之前的吸納 還是它碰一碰八字頭 接著升上去你才買 我升上去才買 是的 因為我就是說如果你之前買 會不會看到八字頭會怕被人震走呢 所以我不看 是的 只是信念而已 有時有一兩天我就不看 因為美股是這麼壞 因為你一看你就會害怕 因為不知道 我一直都說股災 是的 整天都說股災 一跌就怕股災 這次真是完蛋了 牛死 是 轉頭又抽上去 所以我幾天是完全不看的 是 沒有看了一兩天左右 至少晚上不會刻意再看 是 當然了 這個我都未必太建議大家 只是屬於持倉比較少 簡單一點輸得起 那些股票如果再跌我沒有問題 如果你說我很重倉的 那你當然要看得緊一點 但是我相信 應該大家都不會太重倉的時候 那你唯有靠個信念去搏 所以 那一刻就 叫做避過了它震那一刻 那一刻 反過來 自己又盯緊一點消息 是 看到原來它說是咕咎 那就立刻再衝進去